我们接着去三楼 看看唐玄奘去西天取回来的经书 到底长什么样子 我敢保证你一定没有见过 这个就是唐玄奘从西天取回来的经书了 可不是后面的那个书 是前面这个透明管子里面放的这个 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范文 据说如今全世界认识这个文字的不到十个人 可见得它的珍贵和神秘 但是看到这里 你是不是有疑问 为什么唐玄奘当年从西天取经回来 取回来的是一堆树皮树叶呢 其实一千多年前古印度它是没有造纸的能力的 所以唐玄奘他取回来的经书 都是写在一种叫做贝多罗树的叶子上面 然后再进行翻译 写成了后面这样一本本的经书 所以唐玄奘他一生当中最大的贡献 不仅仅是西天取经 还有取经回来之后 他还用了十几年的时间 翻译了佛教经论七十五部 一共一千三百多万个字 可以说唐玄奘开启了我们中国翻译史上的新时代 别忘了还用了这种研究 和香均德国发现